大家喜欢吃地瓜吗? 今天我们来做美味蜂蜜地瓜甜点 地瓜营养丰富低卡,很适合一家大小食用哦 红薯富含抗氧化剂,如维生素C,胡萝卜素和本饼素,具有抗炎作用 可预防关节炎等炎症,紫色红薯中的抗氧化剂还能降低患癌症的风险 欢迎大家关注我的频道顺手收藏食谱吧,不然还真怕你找不到我了 材料就只有地瓜了 地瓜洗净外皮,滚刀切块 切好的地瓜倒入电饭锅内 切好的地瓜倒入电饭锅内 倒入50毫升水 两汤匙蜂蜜 搅拌一下就可以开始按下煮饭键煮地瓜了 煮好了打开看看吧 好香呢 滴瓜看了就好有食欲 还有拉丝效果哦 可以开吃了 滴瓜很香甜可口 不喜欢吃甜的朋友可以自己调整蜂蜜的分量哦 家里来客人的时候或者过年过节也可以考虑做这道甜品招待客人哦 红薯含糖量高吗 红薯是高营养 低糖 低钠 低饱和脂肪的碳水化合物的完美典范 这正是糖尿病专家建议的 每次用餐时 红薯占盘子的四分之一 红薯是碳水化合物还是蛋白质 红薯主要由碳水化合物组成 大部分碳水化合物来自淀粉 其次是纤维 这种根莖类蔬菜的蛋白质含量也相对较低 但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仍然是重要的蛋白质来源 什么时候不能吃红薯 如何判断红薯是否变质 如果你的红薯有软斑 有腐烂的气味或渗出神秘液体 那么就应该丢弃 红薯变质的另一个迹象是 它们开始长出紫色的精状牙 红薯还富含纤维和维生素C 以及其他清洁和增强免疫力的营养素 有助于肝脏发挥最佳功能 红薯有助于减肥吗 当然 除了健康益处之外 红薯还是任何减肥饮食的绝佳补充 首先 红薯的纤维含量非常高 尤其是可溶性纤维 可溶性纤维非常好 因为它可以减缓你的消化速度 让你有饱腹感 从而抑制两餐之间吃零食的冲动 红薯能让你放松吗 红薯还含有铁 铁有助于产生神经地质干脉 氨基钉酸 高磅 从而镇静神经活动并帮助你放松 红薯比香蕉好吗 在香蕉和红薯的营养之中 红薯会胜出 烤红薯每克的热量与香蕉相同 但每分中等分量的红薯纤维含量多一克 糖分少五克 红薯对高血压有好处吗 吃富含钾的红薯有助于促进心脏健康 根据美国心脏协会的说法 摄入更多的钾可以让你排出更多的纳 降低血压 减少患心脏病的风险 晚上吃红薯好吗 红薯富含促进睡眠的美 钾 钙和B族维生素 空腹可以吃红薯吗 红薯是早餐和减肥食品的替代品 不宜空腹食用 红薯中的胶质和丹宁成分会刺激胃壁 产生大量胃酸 从而导致胃痛 和菠萝一样 饭后吃红薯是不错的选择 红薯有什么副作用 潜在副作用和预防措施 肾结石 红薯还有草酸盐 可促进肾结石的形成 血糖影响 虽然红薯的血糖指数低于普通土豆 但糖尿病患者仍应监测血糖水平 对了 如果您在寻找健康低脂食谱 欢迎到我的频道看看吧 哪里目前有388个健康食谱哦 我的频道有3000多个食谱 一定有您喜欢的食谱哦 不懂要煮什么 就翻一翻看看找灵感吧 我喜欢简单食谱 因为我相信美味的食物 也一定要简单可以快速完成 毕竟每天的事情已经这么多了 对吗 我每日都会上传双语视频食谱分享给大家 中午是中文视频晚上八点半为英语版本 欢迎大家关注收藏食谱 记得要关注我的频道 那么就不怕找不到我了 我每天都会分享美味食谱不要错过了 谢谢观看我们下一个视频不见不散了 青岩